杖元弄改编自民国四大起案之一的《杖元弄杀播案》 故事发生于1944年上海黄埔区的《杖元弄》 一个名叫詹周氏的女人 把她的丈夫杀了还分成了16块 被捕时她身边围着的是几个装有丈夫失派的箱子 她被媒体说成潘金人 被说是与情妇合谋杀害丈夫 然而当时知名女作家苏青却对此表示怀疑 开始在报纸上为詹周氏发声 最终案件的真相被逐步披露 原来詹周氏的丈夫喝酒 好赌女人样样詹 还是个家暴男 詹周氏想去做工维持生计 还被丈夫说是去找男人 被当众打了一个车回家 绝望的詹周氏自杀未遂 为了不饿死 她与一个男租客有了微妙的关系 而男租客接济她 可丈夫的家暴不止 詹周氏在丈夫的又一次家暴后 选择杀了丈夫 苏青和上海的女作家们 在报纸上为詹周氏发声 也想通过这个案件 引导社会关注女性权利 和女性的社会地位 还开了专栏跟进案件发展 案件因此引起轰动 民众呼吁对詹周氏轻判 一个嬷嬷为她做了假证 说她怀孕了 孕妇不能判死刑 所以詹周氏暂时逃过一劫 几个月后 全国大赦詹周氏被判无期 后来又被减刑到15年 卖音送 本事室是完成的 更新的支援